近日 刚刚履新香港特区政府驻北京办事处主任的政委员 在北京接受中心社记者专访时表示 香港与内地在各领域的联系应该要做得更好 更密切 政委员于12月8号正式履新 此前他曾担任香港特区政府一带一路专员 也曾在多个政策局及部门任职 参与过经贸 发展 保安 教育等工作 并有丰富的外派经历 政委员期望通过香港作为国际金融中心与贸易中心的地位 让内地更好的与国际接轨 我第一次来北京是1986年 当时还在念书来旅行 当时是在香港去广州 在广州就坐火车 当时是33个小时的火车 因为当时很年轻 所以就觉得还是非常非常好玩 我记得还是去这些非常出名的景点 长城 故宫 还有就是颐和苑 都是这些旅游比较出名的景点 当时印象很深 就希望国家有一天可以富强起来 所以真的很高兴 我们国家已经完全不同的面貌了 对于未来驻京办的工作 政委员也有规划与展望 其中最首要的就是要让香港与内地各省市自治区的联系更密切 推动香港与各地在金融专业服务等方面的合作 力争实现优势互补与双赢 当这个疫情比较好一点的时候 在不同省市还有自治区的领导 不同的部门 除了戴后他们以外 还希望可以跟他们谈一些比较实物的 一些合作的方向 因为我非常相信一个理念就是 我们国家这么大 不同的地区 都有他们做的比较好的地方 我们要优势互补 就是我们做好的地方 跟内地做的好的地方 我们互相配合 这样我们就可以双赢了 政委员表示 在投资推广方面 今后驻京办也会更多的举办活动 希望通过香港这个平台 更好地实现引进来和走出去 因为内地的企业和人才 提供更多的合作与发展机遇 同时继续做好对内地港人的服务与帮助 政委员还谈及 如何讲好香港故事 也将是今后驻京办工作的重点 2019年在香港有这个 我们叫做这个黑暴 就是有些不乏的分子 在香港导乱 因为过去几年 可能香港这个形象也受到影响 所以在国内可能有些同胞 也对香港的印象变差了一点 所以我们有一个责任 我们希望可以给我们内地的同胞 内地的民众 最新的 最真实的 这个情况 香港是怎么样 可以展示到我们国内的同胞 政委员说 他仍然是怀有对国家越来越富强的憧憬 也希望各个城市都可以发展得很好 政委员还表示 小时候经常会看武侠小说 对于少数民族地区很向往 所以也很希望有机会可以到内蒙古自治区 新疆北乌尔自治区等地方去看看 在这些地方 未来发展与合作的空间也都是很大的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